我们现在回答资源股 有个朋友问 中雷2600 他说升了几天 资源股是否可以看好呢? 他就有两只股份在心目中 一是中国类叶 一只是358,就是刚铜 这两只股份应该怎样选择? 它两只都是没货的 油价持了一个高期的状况 相对上对一些资源类的股份 应该倾向受惠的机会 也会比较大一点 因为始终跟商品价格有关联性 现时去看的时候 比较多人留意应该倾向中雷 现在市涨率大概是一股左右的水平 其实都是一个吸引的位置 上方的阻力位 暂时可以留意靠近4.8的时候 可能阻力会比较大一点 现在是4.4这些位置 那个潜在升幅大概是一成左右的 至于你说光铜来说 这个股价表现可能暂时去看的时候 靠近14元的阻力会比较大一点 现在13元流上去到14元 可能潜在升幅就未必真的那么吸引 但是如果从市场率来看的时候 它相当之低 现在就连0.6倍都不到 如果作为一个中长线的投资 光铜有机会潜在升幅就会比中雷高 但如果作为短线部署 我觉得可以考虑中雷先的